疯狂枪手攻击比利时军营遭逮捕 比利时周一时间 一名蒙面枪手驾车冲撞一间比利时军营 不过失败了 周一早上 一名蒙面持枪的男子 试图驾车冲撞比利时军营大门 之后遭到逮捕 枪手带军营的士兵至少对他开12枪后逃逸 无人员伤亡传出 被弃制的车子于军营附近的 Belgrid市被找到后 车主的身份很快被确认 由于目的者说 该枪手还带着一些重物 拆弹特勤人员被派到现场 至于嫌犯动机目前人在调查